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那时候就就近就访问了红国代 还有一些台湾这边民进党资友会的这些成员们 以下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讲法在哪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叫谢震宽 陈菊他是民进党的代理主席 他对中国的称号有了一个小小的修正 他说现在是中国大陆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过去陈菊在台湾这个绿的阵营里头 我想他的出身大家都非常肯定 他为台湾的牺牲 不过你上了一个台面的时候 是不是那个单位那个职位对你有相当的基础 这个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他这次的改变是相当不以为然 为什么呢 中国就是中国 中国大陆那很明显的就是你已经接纳了 那中国大陆就是你的一部分 或者是说你法理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实呢 那个中国就是中国 那不管是大陆还是哪里 反正它是另外一个国家 那台湾就是台湾 所以这两个不应该分为一码事情 所以这有关陈菊对中国大陆这个名词的定义 我觉得相当可益 那么就是说值得修改 我希望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换你的意见 我们可以在多方面的来探讨 谢谢 基本上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在民进党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就是说民进党的立场 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那么以后呢 如何改变台湾的独立的现状 要经过2300万人公投的同意才能够决定 所以这个基本立场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的呢 是用中国的中国大陆的这些名称呢 都是吃药 这是比较务实啦 就是说在某种形式上 它可以试图的跟国民党配合 但是它的基本主张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维护台湾主权 这个独立的这个用心跟努力 是完全没有变更的 那么民进党大概是学习的一些比较务实的 就是说在目前状况 未来要跟中国的来往 要走出世界 要跟世界各国来往 那么在这个民情上呢 我们只要坚持台湾 那不管中国怎么称呼 我们也不太介意 我们就说我们是从台湾来的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民国根本就不见了 是在这个议题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讨论空间 就是说民进党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了 那么至于怎么务实的跟中国来往 我们以我的看法里面 基本上还是要把自己台湾的经济搞得很好 就是说能够经济能够独立 尤其是在制造业回归这块上面呢 一定要下很大的功夫了 那么跟中国的互动呢 就是说我们要能够争取 把中国还是中国大陆的这些台商 还是日本的商人呢 他们的制造业呢 把他在有利的条件之下 把他吸回 恢复到台湾来 那么以台湾目前的状态 这是非常急迫性的一个需要 能够在这地方有个突破的话 台湾的经济能够发展 台湾的人民的生活水准 能够提高 那么台湾依赖中国的这个 深度呢就会降低 那到时候就不管你成功什么啦 反正台湾就是非常 不只在政治上独立 在经济上也是独立 我还是很乐意看到 民进党人士在积极发展 台湾自己未来上面 走向比较务实的这道路 当然基本立场是没有改变的 威武台湾的主权是完全没有改变的 那么陈菊他的务实到中国大陆去了 还是称中国为中国大陆 这并不是很重要的 他是一个比较务实 我也不会去批评他 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做法 是值得人民可以肯定的 我是没有听到陈菊讲这句话 不过照我过去的了解 用那个mainland来称呼一个国家是不对的 因为mainland就是反正 他是本区我们是外区这样的 像以前那个日本时代 他说称日本为内地 那表示我们是一个区域这样而已 所以在那个以国与国之间对等的地位 不应该称那个国家 称中国为中国大陆欧城 这是不对的 没有人是一个国家 这是还是一个国家的国家 这是一个国家的国家 被人 所得在家的国家 政府是属于英国仔组合的国家